亚洲古城历经千年风云,屹立于中国最南端。 它是一座按照古代传统理智规划观念建造的城池, 堪称中国传统建筑文化融合之典范。 听岁月悠长回声,品亚洲风华古运。 亚洲这块土地,很多历史名人都在此驻足, 比如东渡日本的建筑和尚, 德兴棉纺之夜的黄道婆, 唐代中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裴杜等。 亚洲湾犹如一轮星月, 三十余公里长的海岸线向南海敞滩。 沙滩沙坝平缓,沙质细腻, 各种海螺、贝壳、腐蚀皆实,颜色各异。 海面一红一波如镜, 天边寥寥于船若隐若现,如诗如画。 三亚在亚洲湾畔, 规划建设亚洲湾科技城。 重点打造,一岗、三城、一基地。 南凡科技城以总起家延伸产业生态链, 打造极科研、生产、销售、科技交流、成果转化为一体的服务全国的南凡硅谷。 深海科技城,重点在深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等方面开展科技公关, 提升深海装备技术自主创新能力。 目前,中科院深海所、中国地质调查局等四家科研院所已进驻。 科教程将形成产学研一体化服务和创新创业与成果转换平台。 以研究生院加研究院的方式,引进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设立分支机构。 南山港努力打造成为三亚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成为我国走向深海的重要科考母港。 今年,探索一号船搭载奋斗者号从南山港出发。 在马里亚纳海沟,奋斗者号创造了10909米的中国载人深浅新记录后, 胜利返航回到南山港。 全球动植物种植资源引进中转基地是全球动植物发展产业和研究动植物资源的重要区域。 目前,以启动关检、隔离、检验检疫等设施建设,将为国家主业安全战略提供重要支撑。 未来,亚洲湾科技城将奋力建设生态优美、产城融合、科技创新、绿色智慧的现代化科技新城, 助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